在立委陪同下 超过15位洛农业者北上协调 抗议纽西兰进口乳制品 不应该冠上鲜乳的鲜这个字 就怕影响生计 洛农业不排除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会这么气正因为明年上路的 台纽贸易协定 卫福部预告未来的标示法 保存期限30天以上的是长效鲜乳 15天以下则是鲜乳 但这个鲜字让业者忧心 跟本土鲜乳造成混乱 业者点出大批鲜乳的保存期限 进口鲜乳将会比国产鲜乳多6倍 眼看本土肉农业陷入窘境 执政党立委也看不下去 鲜乳就是鲜乳 薄酒乳就是薄酒乳 不要再把鲜乳混淆 进到我们的长效乳里面 面对立委和洛农业的踏乏 相关单位也赶紧解释 农业部也还原年初专家会议 当时讨论出长效鲜乳和长效乳 两个名称付给卫福部 但有建议优先采用长效乳 而不是长效鲜乳 食药素也强调 目前还在60天预告期 一定会站在台湾落农这一边 找出解决办法 民事新闻林郑陈胜汉台北报道